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苹果马上就要熟了 就怕有些个别不自觉的人 容易偷偷摘苹果 我专门派我们保安班的老牛 来看顾这段苹果林 我们班的老牛 那是兢兢业业 最重要的是精力旺盛 那老牛那旺盛了 哎呦我妈呀 这咋旺盛的还打他呼噜呢 老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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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又来了 2 4 6 8 2 4 6 8 2 4 6 8 怎么 精力啊 还是少了6个 少6个苹果啊 这咋还还是呢 有人偷了啊 有人偷了啊 谁偷的啊 阿茬阿呀 海阿呀 不是 这这这这 你出来 谁偷的 我告诉你老牛 必须告诉我谁偷的 哎呀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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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你认识 我认识 我认识就更好办了 老牛我告诉你啊 不管是谁 只要偷了苹果 一个苹果 罚款50 就是我媳妇拿了 也得罚款50 就是我媳妇 听力啊 啊 苹果甜吧 啊 水灵吧 是不是三甜口的 啊 这什么意思啊 这这这这这这 你尝着啊 我尝什么尝啊 你过来 谁偷的 告诉我啊 那那那我 你说不说 老牛我告诉你啊 你要是不告诉我的话 这罚款 从月底啊 你那工资里面扣 我不是不是 那那怎么能 我这扣啊 我跟你说 我就逼你了 你必须得说 谁 说 我说就说 说 这是你逼我的 我逼你的 事情是这样的 在今天凌晨4点05分 天刚蒙蒙亮 雾还没有散尽 能见度特别特别的低 借着东方刚刚升起的那一片 鱼渡北 哎呦我的妈 别拽词了 快说吧 在秋色里面 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 他好像在晨练 他练着练着 突然了树一角 这个时候 树干 船跌着震动 到了树梢 强化了震动 掉下了一个苹果 他没有交工啊 他 他私下张望了一下 他以摄影机都捕捉不到的速度 把他装进了怀里 然后轻轻的一声尖笑 消失在迷雾里了 哈哈哈哈 这人是谁你看清楚了吗 嗯 谁呀 范家的大婚女 我媳妇 嗯 我媳妇 嗯 不可能不可能 怎么可能呢 昨天晚上 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啊 一直吗 一直啊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 凌晨四点半 我起夜上洗手间 嗯 我就看见我媳妇和我煎并煎 躺在床上 我说的是四点零五分 哦 你是说四点零五分 我媳妇从床上偷偷地爬进来 嗯 然后悄悄地出门 嗯 偷了一个苹果 然后赶在我四点半起夜之前 又躺回床上 嗯 行 这是第一个苹果 后边还有五个苹果呢 你别着急啊 五点零七分 那余杜白啊 你之前罵了一点点 这个人又出现了 他就像毁谤一样 和刚才一样一样的 他又来了 只不过这次 他改变了一下动作 他捡起苹果 又消失在迷雾中 哈哈哈哈 不能啊 绝不能啊 我跟你说啊 老牛 这回不可能是我七分 你知道吗 绝对不能是了 你看 我五点半第二次企业 经理 我说的是五点零七分 你那意思是五点零七分 嗯 我媳妇又偷偷爬进 然后悄悄出门 偷了一个苹果 然后赶在五点半 他在我第二次企业的时候 又和我肩并肩 躺在床上 嗯 不可能 他怎么能知道 我第二次企业呢 她是你媳妇啊 啊 行 那 后吧还有四个苹果呢 在六点零九分 等会 不可能 这回绝对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放门店 我第三次企业的时候 你怎么老企业呢 大姐 这个问题我得重新回答 哎呀 大姐 这个问题这不显而易见吗 从男人衣服里 发现了女人的东西 这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他已经碰撞出了火花啊 哎呀我的心啊 发现的是丝袜啊 发现的是丝袜啊 而且发现的是丝袜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熊熊燃烧了 哎呀我的心啊 而且发现的是一双穿过的丝袜 那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火山爆发了 哎呀我的心啊 哎呀 中上可数 说明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已经山崩地裂了 前生他什么都不想说呀 前生吧 怎么着 我不相信是你大姐夫 这要是你我真信 去你的吧 大家伙 在我们家啊 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 什么好事都是大姐夫的 这种事你都能怀疑我 哎呀 我告诉你 我跟你分析分析 你都不得不信 一般这个男人外边要是有了女人啊 情况是这样的 哎哎 回家以后他不爱说话 为什么 他怕说多了露馅 第二 回到家吹头丧气 因为什么 在外边他已经身心俱疲了 第三 回到家里啊 往沙发上一摊 什么话都没有 就一个字 累啊 你不管为什么 你渴不 不喝 你饿不 不吃 我给你按一按啊 可以 来吧 你不信 准的 诶 诶 陈师范 你挺有经验呢 啊 我有什么经验啊 我这个人很正啊我 你告诉你我电视剧里我看多了 全是这么演的 你少来吧 你 跟我俩 回来了 回来了 老婆 大姐夫你是不是大夫那什么 打财回来呢 哎呀 累啊 老公 哎 喝水不 不渴 吃饭不 不饿 我给你按按呢 来吧 老公啊 我给你点事啊 如果 街坊里你们你们看见没 这电视剧里演的还过呢 糟糕呢 去哪儿着火了 着什么火了 着什么火了 我问你 啊 如果在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了一个女人的物品 你咋解释 那俩人肯定有事了 那我再跟你 如果要是一双女人的死腕 你怎么解释 死腕 那就是两当着说了 是吧 而且是光穿过的丝腕啊 哎 他这是什么意思啊 那个 你啊 就这样啊 有可能啊 他那个买丝腕的时候 他怕不合适 他自己先套上试试 来了 你啊 来来来来来来来 你给我套上试试来 不是 你这 这我都解释过了 柴川粉 干什么 你说你干什么呢你 我怎么了 你说你怎么老出事呢你啊 啊 啊 哎 你说你每次出了事 我就得给你担着 我要不担着你是活吗 什么噎不噎的 什么噎不噎的 你好好什么啊 晚上听猫叫 白天听你叫 你小区还安静不安静了 干什么玩意这次 我可真卖东西呢 哎妈呀 哎妈呀 我算了学好了 怎么这自主创业啊 对呀 哎 塔利库 来一条不 嘿嘿嘿嘿嘿 你说这个话你就大伙儿笑着 你是我孙子 我是那爷爷 你卖东西 我还用买吗 你应该送我一条 爷 你只能买 我不能送 现在我是一个商人 商人在跟你谈话 别跟我烯敏笑脸的行不行 很 больш 给你开玩笑 给你开玩笑呢 你看啊 我第一次创业 你是不是得支持支持我呀 你早这么说 我早支持你了 肯定支持 一定支持 怎么支持 买一条呗 这裤子我能穿吗 谈力的 可大可小 随便称 你看看 多少钱一条啊 一百 你刚才说 五十块钱买什么 五十块钱买什么 怎么到我这一百了 你抢钱啊 爷你是没听明白 五十块钱买不了吃亏 还有五十块钱买不了上当呢 买你 一百 对呀 我没骗你 你要这么学 你就是没骗我 我支持你 买一条 好嘞 多少钱一百 好嘞 买一条 那个 是不是得给范爷爷买一条啊 我吃饱了 秤的 你看啊 你总上人家秤饭的 你给他送条裤子之后呢 你再上人家秤饭的 你不就合理了吗 就探了个丁 去买一条 给 哎呀 这么说 我得给老米买一条 对呀 是不是 我再去秤 就更合理了 真臭 你会 来一条 哎呀 你是不是得送我一条啊 我平时不送你一条啊 你这一对户子 你卖完之后 你自己留一条不就完了吗 还有我送你一条 你哪里是不是空的 空的空的 我什么时候空的 你送你空的了 我自己卖东西留一条 我能珍惜吗 你要是送给我的话 我会把它收藏起来 挂着墙上 向在镜坊里 看到这条裤子 就想起了我的爷爷 看到这条裤子 就想起了我的爷爷 看到这条裤子 就想起了我的爷爷 这被看了 看你就会像进去了 不是啊 什么玩意让给老王啊 他老王他哪有那只 他老王 老王还不如我呢 那当然了 老王哪比我想啊 那当然了 我可以作证 我爸样样都比王叔高 那是 学亚比他高 嗯 学汤比他高 对 学纸比他更高 这三高他就比 什么呀 爸 爸 我跟您说句心里话 您看 这么多年了 您在我心目中 其实一直是我的榜样 您看啊 您辛辛苦苦的 拉扯三个女儿长大 要没有她 我就没有幸福的家庭 所以我觉得 您是一个优秀的父亲 你以后跟人家学学说话 还有 您作为一个丈夫 也是我学习的榜样 是吗 我这些年 之所以跟大米 感情这么好 其实我在您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都是跟我学的 可不 你看 您跟我妈这么多年 一直在忍辱负重 是吧 为了顾及我妈的感受 您有点钱 就藏起来 那玩意儿 除了钱 藏起来 你还有啥高招吗 那没别的啥高招 爸 其实 您真的是怕我妈吗 不是 您是因为爱我妈 老话说 有多大的爱 就有多大的怕 老爸啊 我怕死你了 爸 那您说 我把这个评委让过去 对不对 绝对正确 我告诉你 赵刚刚 你就是我们家 正义的化身 顺分 我觉得秦欧太好了 这一秦欧 我就是正能量的代表 对 正 杨拉二正的正 哎呀 我孤月太优秀了 对 你孤月太优秀了 还有一个名额呢 他也让出去了 顺分 还有一个 对 对 我大姐夫不让说 这个人啊 其实 以前就是跟你在剧团是同事 哎呀 反正唱什么戏 都觉得唱得比你好 穿什么衣服 都说比你穿得漂亮 干什么活都说比你利索 我知道了 老乔太太 我可没说啊 不是 我说张刚的 这不愿吗生气啊 你让给谁都行 你为啥偏让给他呀 啊 他干什么活都比我利索 孩子们你们说说 这么些年啊 咱们家我收拾的咋样 利索不利索 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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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说的比我长得漂亮 你不可能 我来不拍的吗 这是这 出了腰 就是坤 还说比我唱得好 我在他面前 他就是永远攀登不上去的 我连唱都唱不上去 他能攀上去啊 哈哈哈哈